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开始学习 进入到基层的学习 说到基层的话 就先说一下它的理解 基层的话 一句话概括就是什么呢 用纸可以用负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 关于这个怎么用的话呢 当然了 它的各个语 实性以及说法都不太一样 是不是 我在结合这个GIS OVP本身的课程的话 我把它归论为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只把它复制 复的东西 把它完完全全的复制过来 这算是一种继承 当然有的人会争论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没那个必要 因为你写那个代码的时候呢 只要你的软禁 你的代码呢 灵活性好 扩展性强 维护性高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写的过程中 征询命中对象的那几大 比方说那五大然则 就OK了 就是说复制这种形式 算不算真真真真的继承的话呢 我们就不需要纠结它了 那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先学那个复制 当然还有那个继承的话呢 直白的说法就是可以用 复的东西 是不是 除了继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它对复的东西呢 有一个引用 今天一个另结关系一样 今天另结关系 是不是也是一种继承 然后你如果你看过那个IOS SWIFT的语音的运行时的话呢 你会发现 它的那个继承就是通过那个 另结的关系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只另结到负的方式来实行 那个继承的啊 这是这一个方面 那我们今天呢 就新学那个复制的方式 来达到继承的目的 我们先来看一段代码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这里创建一个对象啊 fior person 等于 这里面呢 也有两个 比方说name 等于cg 然后逗号 a几 等于 22 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此对象 比方说 fior的一个program 一个程序案 它的一个 对象啊 比方说那个 它里面本身有一个 有个什么呢 有一个语音 比方说 它冰层的语音 是不是 我们比方说写个 javascript 好 这样写上 写上之后我们怎么样实行那个继承呢 完完全全复制 那怎么复制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方法来实行它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这样的函数啊 extend这个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可以搞一个它的副对象 以及它的值对象 这样搞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弄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就写实行题了 它怎么个实行法呢 是不是要把它复制 是不是怎么个复制法呢 我们要把那个person里面所有可以的那个属性这些成员 是不是要便利一次 然后便利一次要加到那个那个program那个里面去 是不是 那么怎么弄呢 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写上一个什么呢 fairup c 等于c 然后这样写上一个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呢 如果你你传过来c是一个undefined或者空的话呢 就会以它为准 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是你就是你不为空的话呢 就是以以它 就是得到那个用用它 就是这个意思啊 稍微处理一下 然后呢你接下来就开始便利 我们就用反射性循环 for in 循环 之后在然后var的一个p in 那个啊 那个属性啊 就是proper in p这个对象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就怎么弄呢 你便利的时候要访问它的那个 这个就是它的属性名 是不是 属性名我们就开始加咯 c.a 不行的 是不是 我们就需要proper 这个东西 就变成加了它 然后它的值呢 就等于负的值 也是这样 proper 这样 好弄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你要不要返回去 去呢 想一想啊 你返回是不返回 可不可以呢 比方说我们return一个c 把它返回一下啊 不返回的话 其实是传的是一个引用 是不是 也可以 我们就任性测试一下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就这样已经写了之后呢 我们就调用这个函数 然后负对象是person 然后指对象是program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program的 内母有没有了呢 cj有了 是不是啊 program的 age 一样的也有 它本身的东西呢 点langle 以及呢 它也有 javascript 这些东西都有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继承 基本上是这种实行方式 那么回头想一想 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呢 比如说 我写上这样一段代码啊 person 它有一个地址 比方说home address 然后它也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里面有home的地址 比方说叫做home address 然后呢 有一个office的地址 那就office address 这个字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的 写上它了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之后呢 我们就再把那个刷新 再来 继承 测试看一下啊 然后呢 负对象就是person 指对象program 啊 然后program呢 点name 一样的是有的 是不是啊 program的address 然后点home呢 也是有的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引试 这样一个问题 program的 比方说我们把name 你这样继承之后 你不可能的所有称赞都叫cga 是不是啊 比方说我们叫 张灵华 啊 张灵华 大家都知道是谁 是不是 回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person这个对象啊 person的那个name 还是不变的 是不是啊 这个是正常的 是不是啊 这是达到我们的目的 但是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program的那个home 那个address.home 等于 比方说成都 是不是啊 好 然后你看一下person 点home 点address 点home 问题发现没有啊 张灵华在成都是正常的 是不是啊 那人都在成都这么正常 是不是不正常啊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就是我们这个拷贝的方式呢 存在的一个问题 本质的然源就是什么呢 一个图来说明那个问题 首先一个负对象p 它里面有那个 呃 内姆 A级 这些东西 然后一个指对象 有一个自己的一个language 然后你把它复制过来了之后呢 它有一个内姆 它的值呢 就 完完全全把内姆的值呢 复制过来 A级也是一样 但是这个address的话呢 它是什么 它复 因为address 这里的address的话呢 它的值指向的是另外一个对象 然后你复制的时候 复制的是这个对象的一个引用 所以说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指向它呢 这里呢 也是指向这个对象 所以你改变其中一个 会影响另外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拷贝的一个缺陷 因为我们这种拷贝呢 采取的是前拷贝的方式 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需要采用生拷贝的方式 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帝规 我们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